证据混乱以外 身陷剑药丑闻的俄罗斯运动员 到底是否可以参赛 也成为了各界的焦点 苦等多时候 俄国运动员奥运前夕 终于迎来好消息 国际奥委会亮绿灯 271名剑儿确定获准参赛 不过奥委会也表明 将把剑儿的尿剪样本 储存长达10年 警告所有选手安分守己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星期四 在里约日内卢召开记者会指出 奥委会的最新决定 是由三名职委组成的审核小组定读 小组确认 鉴儿符合标准以及资格后才放行 这也意味着俄罗斯271名运动员 将参与射击羽毛球排球等项目 巴赫也强调 当初本身没有对俄罗斯运动员 下达全面竞赛令 是对得起良心的决定